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鹅生的饱满宽阔 明镜润泽者 就预示此人聪明机智 思想开通 记忆力强 事业有成和早年发达 再加上鼻子又生得好 气势贯通鹅和鼻 更预示此人早年已为人生富贵荣华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 伏羲隐隐而起者 郡主命 所谓伏羲又称膝骨 具体是指从两眉之间到发际上处于额头最终的区域 如果有额骨略为凸起便是膝骨了 有膝骨凸起的女子往往出生在家境不错的家庭中 自幼受到如众星捧月般的爱护 生活十分安逸快乐 并且容易受到家庭的财力协助 而在自己的事业中大展宏图 取得一番成功 三 投缘向短者 主妇 所谓投缘向短是指女子的头型偏圆润 没有明显的凹陷 肩肠便可成为投缘 而向短是指脖子不要过长便可 有以上面向的女子在财运上比较旺盛 容易有一些赚钱的良机出现身旁 如能适时把握 在财运上便可年年有余 衣食无忧 如果这样的女子属于相夫教子的主妇 还会对丈夫的事业和财运有所促进 可以说是有一定的妄夫相 四 额平面方者 主桂 指女子的面额比较光滑平润且规整 没有明显的内凹不对称等面向 这类女子往往容易在名利上取得一定的收获 亦被他人尊敬和羡慕 从而在自身的事业和家庭上也会有不错的发展 五 眉长而秀者贤富 眼秀而轻者贵格 眉为两目之滑盖 一面之仪表 如果眉宽广清长 双分入宾 首尾风影 高居于额 此人秉性善良 生性聪明 心思细密 善于策划 生平多福而富贵 眼为心灵之窗可亏人之善恶至于富贵贫贱 是面向学最重要的一部分 命带富贵的人一定有一双好的眼像 眼长而深 眼神清朗 寒藏而不露 同仁端正 黑如点漆 光彩射人 这样的眼就是上乘之眼 欲视此人心地善良 天贵聪颖 精力充沛 意志坚强 事业进取心强而持久 凡事容易获得成功 使富贵命无疑 是鼻梁平直 无弯曲缺陷的女子 往往在个人的发展中容易取得成功 从而可以有名利双收之喜 并且这样的女子属于比较健康长寿的类型 只要小心保健 一般很少出现大的病痛 属于人生比较顺利丰富的类型 这主要是评判女子的嘴型轮廓 如果有嘴型轮廓清晰并且较小的女子 往往人与儿运势较好 并且常有好运相伴 如能驾驻发展 在人生的多个方面都会取得很好的收获 生活多姿多彩 温馨幸福 八 舌如连者 舒志 指女子的舌头应该像荷花瓣一样 红润宽厚为上好之相 这种女子往往比较贤惠 并且在他人眼中既平易近人又很有气质 人缘和家庭运势很好 如果属于主妇类型 则家庭生活愉悦 如属于事业类型 则容易取得成绩 九 纯如诛杀者 令妻 是指女子的嘴唇红润饱满 没有发污 残缺等变为佳选 这种女子在性格上比较中性 不容易大动肝火 在个人的发展中 常有贵人机遇等陪伴 如能加以利用 可以在个人的事业财运方面 有不小的进步 属于衣食无忧的类型 十 人中身又职者 多子 这一条中的多子 既指子孙昌盛 又指福气连连 并非单指生子多 所谓人中身又职 是指人中以身后笔直为佳 即人中平扁弯曲 这种女子首先对于子孙 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可以在对于子女的将来 有很明显的帮助促进作用 并且还会对丈夫 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正是相夫教子之相的标准之一 十一 目下润泽者 姨儿 目下通常是指眼下一指的区域 而润泽主要是指眼下一指的位置 有肉且饱满 肤色细腻光亮 既眼下明显的内凹 和肤色暗淡无光 有目下润泽的女子 主要属于女贵子贵的类型 即母亲可以对子孙的运势 有很好的促进及开运的效果 所以这样的女子 对于子孙有很好的帮助作用 十二 耳红而远者 贵妇 是根据双耳来进行评判的 在相学中 耳朵主家事 少年运和健康寿命等方面 在这里说的耳红 是指耳朵的肤色以红润为佳 即苍白发污等 而圆是指耳形的轮廓以圆润为佳 即耳形凹凸残缺等 这类的女子往往家世很好 并且在将来的生活中 容易得到家族亲朋帮助 而丰衣足食属于贵妇之相 并且在结婚后对于爱人子女的运势 也有很好的促进效果 十三 性缓气柔者 负瘦 所谓的性缓气柔 是从两方面分别来说的 首先性缓是指性格上比较缓和 不宜动怒 急躁 焦虑等 这种女子一般在身体情况上比较良好 不容易有大的病痛产生 而气柔是指在女子说话交谈时 与气柔和平缓 并且有一定的连续性 没有声音发粗或短音 忽高忽低等现象出现 这种女子除了健康良好以外 一般其他的运气也比较旺盛 属于有福之人 在各个方面都比较顺利稳定 十四 耳层轮廓者 贤富 对于子女来说 贤富是指性格温柔 善于打理家式的女子 即所谓的贤妻良母 而在判别时 根据以上的标准 主要是指双耳的外阔有形 并且有一定的厚度者为佳 既无外耳阔或耳阔过于担保 有以上双耳的女子 正如刚才所说 是贤妻良母者居多 十五 神静色安者 真解 是指女子的精神和气色情况 首先 神静说的是女子的精神 以平静为宜 具体评判可从眼神看出 如果眼神祥和有神 无恍惚 焦躁 或忐忑不安等 就可以看作是神静了 而色安是指女子的气色 以亮则红润为宜 既暗淡发污 这样的女子往往对于爱情比较忠诚 对于丈夫和孩子的投入超过自己 属于相夫教子 家庭和睦的类型 关于旺夫相还有很多方面 包括女性声音是否柔和甜美 听起来是否如暮春风 平时的行为举止是否优雅 谈吐是否有修养 这些都是直接或间接能够催往丈夫的运势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时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